欢迎收看优势焦点新闻 我是张志斌 一起来关心今天9月14号星期四的重要新闻 川普总统昨晚主动的邀请民主党参议院领袖舒默 和众议院领袖普洛西前往白宫参序 表达跨党派合作的意愿 但是会后双方对于梦想生法案DACA的说法 却明显的出现分歧 白宫官方并没有公布昨晚参序讨论的议题内容 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普洛西则在会后表示 这场会议具有建设性 双方也同意尽快立法设立保障 在欧巴马政府时期推出的DACA梦想法案受惠者 并制定边境安全的方案 不过川普今天清晨在推特上表示 昨晚并没有关于梦想生法案的任何协议 而他也提到 民主党必须同意大规模加强边境安全 作为梦想生相关法案的交换条件 而外界则推测 昨晚川普与民主党领袖 应该讨论过税制改革 以及梦想生议题 川普曾经表示 两大党在税改 基础建设 经济振兴和健保上 都应该存在着一定的合作空间 有机会达成协议 政治网站Politico则透露 川普这两天特意和两党的国会议员 商谈税改事宜 为了争取他们在税改上的支持 川普还和来自摇摆州的民主党人 以及中间派众议员共进晚餐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 川普在面对温和派民主党 共和党议员组成的 众院跨党派党团时 曾经表示愿意考虑提高 对富人的征税 这不但违背了 共和党的传统政策立场 也令同属共和党的参院 多数党领袖麦康诺 和众院议长莱恩 感到难堪 从而影响共和党内 乃至中间选民的支持 PEO研究中心最新公布的民调就显示 在倾向于支持共和党的 独立选民当中 认为自己是共和党人的 已经从去年的49% 减少到33% 继续是健保法案的相关消息 共和党与民主党籍的参议员 昨天先后在参院提出了 南辕北辙的健保法案 民主党的桑德斯提出 由政府出资的全民医疗保险法 两名共和党议员则主张 由联邦政府提供各州补助款 在由各州开办自己的健保计划 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桑德斯属于极左派 去年曾和习莱利·柯林顿 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资格 他提出的2017版全民医疗保险法案 是采用所谓的单一付款人 也就是Single Payer健保计划 也就是由联邦政府直接开办全民健保 直接支付款项给医疗机构 而不再经过医疗保险公司 而他也主张全体国民都可以获得保险 不过他的提案并没有详细说明 开办全民免费健保的裁员将从何而来 只说会有十几个财政来源的选项 包括直接对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 每年征收1%的富人税 尽管桑德斯宣称这项提案目前得到 至少15位民主党议员的支持 但一般预期该案通过的机会十分渺茫 另一方面 共和党参议员Lindsay Graham和Bill Candace 则提案主张废除欧巴马健保许多补助和强制规定 改由联邦政府向各州提供一笔款项 让各州主持自己的健保计划 他们指出准许参议院以简单多数 而非五分之三多数通过法案的国会程序 即将在9月底期满失效 而这项新提案将是在失去这种对抗民主党 费力把势托的发言城市之前 废除欧巴马健保的最后机会 不过由于两党的提案都相当极端 外界一般认为 任何一项提案在9月底之前通过的机会都不大 两岸相关新闻方面 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在举办了八届之后 最近传出了上海方面有意暂时停办 等到台湾明年选举结果出路之后 再考虑是否继续的消息 据报道 上海方面考量暂停并转型双城论坛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连办八届的双城论坛 已经没有任何足以借近的市政议题可供讨论 二是明年台湾又要举行现场选举 柯文哲又要忙着签选连任 并非主办论坛的好时机 知情人士也表示 中国大陆可能继次观察柯文哲是否能够连任成功 同时等到明年市长选选之后 再按照当选人来考量日后双城如何交流 上海方面认为 选后再谈双城交流也是考量经贸合作的面向 像是一带一路 以及人民币静万汇兑结算中心等主题 对此台北市政府大陆小组表示不便证实 但表示台北政府希望继续办理双城论坛 并指出过去的论坛都是有提到 城市经济和商业发展 这也是未来交流不会改变的 财新方面 中国大陆传出了加强取缔虚拟货币兑换和交易的消息 监管机关将取缔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和法定实体货币之间的交易 而中国首家比特币交易所稍后也立即公告 将于9月底停止所有的交易业务 中国首家比特币交易所比特币中国14号发布公告 宣布比特币中国交易平台即日起停止新用户注册 并将于9月30号停止所有交易业务 公告发布之后 比特币中国上的比特币对人民币报价急跌超过20% 另一家交易平台火币网上的比特币价格也下跌15% 9月以来中国监管单位先是封杀了首次发行虚拟货币融资 也就是所谓的ICO 现在又关闭比特币交易所 对数位货币的监管力道前所未见 比特币中国表示决定停止所有交易业务 是根据9月4号由多家监管机关联手下发的 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 公告中明确表示 发行代币形式包括ICO等活动 本质上是一种未经批准非法公开融资的行为 要立即停止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昨天也发布了 关于防范比特币等所谓的虚拟货币风险的提示 强调虚拟货币近年来在一些网路平台进行集中交易 这些平台并没有合法设立的依据 设计人数逐渐扩大 投资人面对高度风险 形成的金融和社会风险隐患 不容忽视 来关心体育消息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 日本职棒火腿队的人气巨星大鼓祥平 确定将会在今年的球季结束之后 转战美国职棒大联盟 而大联盟多家球队也早已派员前往日本观察 并且积极地争取大鼓祥平加盟 大鼓祥平现年23岁 上季在日本职棒火腿队的打击成绩是3×22打击率 22支全雷打 67个打点 投球成绩则是1.86防御率 在140局中标出174次三阵 而且球速动辄超过100英里 是所谓投打全能的二刀流 被誉为日本贝比鲁斯 原本大联盟球队就预期 大鼓祥平明年会挑战大联盟 因此 有兴趣的球队今年已经陆续派出球探到日本观察 羊鸡队的总管凯许曼更是亲自出马前往日本 多家日本媒体昨天同时报道 大鼓祥平已经确定 将会在今年球季结束之后 透过入渣制度转战大联盟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正式宣布 由巴黎主办2024年奥林匹克运动会 巴黎上次座位奥运地主城市是1924年 其后三度身败都落选 如今终于得偿所愿 两次社会正好相隔百年 由于国际奥运会7月份就已经同意 由巴黎与洛杉矶主办2024年和2028年奥运 而洛杉矶也同意让巴黎先办 因此这项宣布只是形式 巴黎将以环保绿能为主要诉求 但庞大的经费支出 以及恐怖攻击的风险 将是巴黎面对的两大问题 以上新闻由优势频道制作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